畫面中可以看到大大的馬路上 路口卻沒有耗直燈 此時騎士直接左轉 突然一輛軍用貨車衝了出來 騎士下一大跳立刻把車頭向右轉 但軍車還是撞了上去 機車卡死在車頭底下 軍用貨車駕駛隨機下車查看 所幸機車騎士並無大礙 兩人的酒測直結為零 因為路口沒有紅綠燈 造勢責任有待警方調查理清 重機騎士不剩餘執行之軍用貨卡 發生差狀 所幸機是身體輕微差錯傷 事件發生在30號上午11點 20歲的男子騎乘機車 從文三一街左轉到復興路305巷 不料一輛軍用貨卡車從復興路使出 騎士反應不及直接撞上 另外在宜蘭發生一起媽媽騎乘機車 前方還載著沒戴安全帽的小孩 在下頭城開籃路橋時想要左轉 直接跨越雙黃線到對向 不料一台連接車出現 連接車像將機車卡在路橋邊 畫面顯像還生 所幸最後並無意外發生 誇張行徑令人捏巴冷汗 警方呼籲民眾左轉時 千萬不要貪快跨越雙黃線 同時要注意來車以免意外發生 記者劉志展林醫生王韻廷桃園一蘭採訪報導